法國知名小說小王子 風行全球超過半世紀 現在在台北刮起旋風 以特展的形式和書名朋友見面 小說裡小王子有利各個星球 遇上國王 酒鬼 狐狸 各種個性種藝的角色 展覽則畫文字為立體場景 帶觀眾用看的 用聽的 感受小王子每一段的奇遇 我們第一次有 這個表演的表演 我們也有感受的感受 進入書中 和享受大部分的 在世界上見到星球 和角色 跟狐狸 跟花絲 這真是超級的 我們沒有看過這個樣子 我們真的有感受 我們會去見小王子 和在書中逛逛 這真是超級的 展覽中也展出 作者聖修伯利 上百幅的手繪草稿和文件 從他和家人友人的書信中 都可以看到小王子 和其他書中人物的蹤影 提供手稿展出的 聖修伯利基金會表示 這些手稿花了二十年的時間蒐集 相當珍貴 希望以小王子作為媒介 提高大眾對閱讀的興趣 小王子這本小說1943年發表問世 多年來深受全球讀者歡迎 翻譯成250多種語言 多次改編成舞台劇和電視卡通 好萊塢電影業者 近年來動畫技術提升 最近也搭上小王子風潮 製作以小王子為發想的動畫長片 預計明年推出和全球觀眾見面 中央設計的張志豔 王怡文 台北採訪報導